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这一生 我们都在忙忙碌碌 也在不断成长 更在不断成熟 人永远是变化着的 世界瞬息万别 我们每个人也需要与时俱进 多年来生活的重重磨练 已经让我们披上了厚厚的铠甲 而我们也渐渐明白 所谓成熟 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最舒服的活法 期待少 脾气少 心态好 幸福的方法一书中说到 人生最持久的追求 都是为了过得舒服 随着年龄的增长 慢慢地发现 辛苦一生所追求的 就是为了生活的舒服 与生最舒服的活法 不过是 期待少 脾气小 态度好 期待少 心理学上 有一个词 叫投射效应 既认为自己付出了 给予了他人热情与帮助 也期待别人 能以同样的方式 对待自己 但人心深不可测 有时 我们对一些人和事 抱的期望越大 往往失望就越大 曾在知乎上 看到网友分享自己的故事 前段时间 自己最好的好朋友需要钱 网友毫不犹豫地 借给了对方 他认为 朋友就应该是这样 有困难了 就要帮助 他的朋友拿到钱的时候 非常感激他 并且表示 以后他有困难 自己也会帮助他 正因为朋友这句话 网友认为 这个朋友非常讲义气 没有交错人 而后来发生的事 却让这位网友 陷入了困扰之中 这位网友 有急事 需用钱 他想也没想 就和朋友开了口 本以为 朋友会立刻借给自己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对方完全没有 回复他的消息 这种结局 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这让我想起了 曾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 很多时候 你以为只要自己 对别人好 别人也会对你好 却忘了有些人 你对他再好 他也只是敷衍你 很多时候 你以为的真心实意 不过是一场哄骗 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 何尝不是这位网友 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待 认为自己掏出了真心 别人也会拿出真心 可细细想来 人心 往往不可能是等价交换 人最终 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作家李尚龙 也在书中说 自己曾经非常迷恋社交 和很多牛人 大咖 都保持联络 他认为 大家感情很好 可当他 真有问题 去请教的时候 得到的 却是冷冰冰的拒绝 社交 常常会给我们错觉 以为融入进去的圈子 就都是你的好友 但其实你没办法维系 每一段关系 也不是所有的圈子 都值得你用心维护的 就像三毛说的 一个朋友很好 两个朋友就多了一些 三个朋友 未免太多了 年轻的我们 总以为认识的朋友 越多越好 于是 对所有人 都要面面俱到 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混进各种圈子 维持所谓的关系 但其实 真正的朋友 不在于数量有多少 而在于质量好不好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 花在无用的社交上 倒不如 聚焦在 智交好友身上 聚焦在 自我提升方面 毕竟真心 只值得留在 合适的地方 留给 懂我们的人 与其对其他人 抱有期待 倒不如 提升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 去实现 所期待的事 脾气小 曾国藩早年 脾气并不好 在经任之期间 与不少人 发生过争执 也得罪过不少人 他曾与两位同乡 发生过口角 所谓知识 不过鸡毛蒜皮 以至于好多人 见到他 就躲开 更不敢同袭吃饭 曾国藩 也多次反思自己 直到 咸丰八年七月 朝廷命他 入江西 重新长兵 他的改变 令人感到惊讶 曾国藩的好友 胡怜义说他 重新出山后 慢慢地 变得成熟 和圆滑 正是因为 曾国藩 及时收敛脾气 学会和平待人 最终走上了 自己的人生巅峰 古代有一位判官 性格耿直 且急躁 脾气差的名声 也是内外皆知 有一天 两名大汉 押送过来 一位年轻人 两个人 一唱一和的 控告这个年轻人 是个不孝子 在那时 不孝 可是大罪 判官一听 就火冒三丈 力声说道 大胆刁民 我朝民风 一向淳朴 如今 竟出了你 这等不孝之人 来人 将他绑了去 年轻人 吓得脸色苍白 赶忙摆手道 判官大人 借小人 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 不孝敬母亲 明明是 这两个盗贼 可话音未落 便传来一声痛呼 此时的判官 正在气头上 哪里还听得进 年轻人的解释 早命左右 将板子拍了下去 等到最后退堂时 一位气喘吁吁的 老太太 跑上堂哭诉 说自己家的牛 差点被两个大盗偷走 他儿子发现后 双拳难敌四手 反被两个大盗控制 捆走了 求判官 为他儿子做主 这个时候 判官才知道 原来刚才两个大汉 竟是盗贼 而年轻人 却是被他们诬陷的 圣怒之下 错约好人 自诩为正义的判官 心里顿时 悔恨不已 被脾气控制的人 只能做情绪的奴隶 任人利用 伤害旁人而不自知 人们常说 脾气 拿出来是本能 压下去 才是本事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有八九 你越是轻易地发脾气 事态只会越来越糟糕 纵观古今 往往越有本事的人 越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人的成熟 从把脾气调成静音状态开始 在与人相处时 脾气要小 这样才不会因为一时情绪失控 而说出伤人的话 一个人只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才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生 生活才能更加舒适快乐 心态好 道德经有言 飘风不中朝 咒雨不中日 狂风刮不了一早晨 暴雨也下不了一整天 风雨过后又是一片蓝天 人的一生亦是如此 风雨飘摇 前路有许多未知的坎坷 最终能否成功渡过难关 其实全靠心态来称 心态放好 病就好了 心态不好 便会受尽搓磨 这让我想起了 《传习录》中记载的两个片段 第一件事 有一个人眼睛有病 整天担忧 王阳明对他说 儿乃桂木见心 意思是 他只关注眼睛 而忽视了本心 第二件事 王阳明看见弟子陈九川 卧病在床 便问他 生病这件事 想要正确面对他不容易 你感觉怎么样 陈九川回答 这个功夫确实很难 王阳明说 常快活便是功夫 常常保持愉悦的心态 才是功夫 这两个片段 都讲了一个道理 心态不好 所有养生都是徒劳 心态好的人 不会因为白裙上的一点污点 而纠结不已 不会因为失败而坐下哀嚎 而是会以积极乐观的状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数 曾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两个旅人在沙漠里寻找出口 而他们手中的水仅剩半瓶 其中一个人想着 自己手里只有半瓶水 沙漠这么大 不够怎么办 而另一个人想着 自己幸好还有半瓶水 一定能坚持到 找到绿洲为止 这两个人的心态不同 结局也会不难想象 前者很快就放弃了 任由被黄沙掩埋 而后者抱着积极的心态 最终走出了沙漠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我们虽无法改变 事情发展的好坏 但我们可以选择 看事情的角度 佛家有言 物随心传 静由心造 烦恼由心生 做人一定要拥有好的心态 心态好 就算身处逆境 也能坦然处之 心态好 就算遇到困难 也能充满信心 心态好 一切就顺了 心态好 生活才会处处圆满 人这一生 期待少一点 快乐就多一点 脾气小一点 格局就大一点 心态好一点 烦恼少一点 与生 愿你我都能自在 而舒适地活着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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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